若有众生假扮沙门,但心不修横持戒,糟蹋常住的东西,且又欺骗在家人深意破戒,像这种人,亦当堕于无间地狱而无法处理。 若有众生偷窃常住的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遗物并非经过主人所给予的,这也当堕于无间地狱,仅千万亿劫而无法处理。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摩耶夫人说, 若有众生做了如以上五种的罪业,应当堕于无间地狱,要求暂停受苦,就是转念的瞬间也不可能。 摩耶夫人又问地藏菩萨说, 那些地狱为何名为无间地狱? 地藏菩萨说, 圣母,所有的地狱都在大铁围山的里面, 其中有十八所大地狱,还有五百所次等的地狱, 另外还有千百所再次一等的地狱, 这些地狱的名称都不一样。 说到无间地狱, 这个狱城的周围有八万多里, 高一万里, 全是用铁造成的, 城上全是蒙火制炬, 狱城里面每个地狱都连在一起, 名称各不相同, 其中只有一处叫做无间地狱, 这个无间地狱的周围有一万八千里, 墙高一千里, 全是用铁造成, 城下有火烧到城上, 在御墙上, 还有铁蛇铁狗, 口吐大火, 在墙上专门追逐罪人, 令罪人无所逃避, 在狱中有个变满万里的大床, 若一个人受罪, 可自见身体变成万里大的变卧满床, 若千万人受罪, 也同样能各见其身变卧满床, 这就是所造的重业而招惹的果报, 还有许多罪人将受重苦, 有千百个叶叉恶鬼, 口牙如箭, 眼如电光, 手如铜爪的脱扯热罪人, 又有叶叉拿着大铁戟, 抛之中罪人的身体, 口鼻或腹部, 再用铁戟将罪人抛到空中后, 又用铁戟刺接回来, 或把罪人拉到铁床上, 有铁鹰啄着罪人的眼睛, 铁舌缠着罪人的颈, 身体所有的肢结都被钉在肠钉上, 舌头被拔出来, 用铁梨跟它, 有的肠被抽出来挫斩, 有的被滚烫的铜汁从口灌下, 有的被烧红的铁缠服身体, 痛得罪人死去又活来, 千万字的反复者, 这都是罪人作恶造业所感召的苦报, 这些罪人虽经过千万亿劫的受苦, 仍然不能出离地狱, 直到这个世界坏了, 再又寄生到另一个世界受苦, 一直这样的辗转相继, 这就是无间地狱的罪报, 又因这是由五种事业而感召的, 所以叫做无间, 没有修习间断, 所谓的五种无间即, 第一是日夜都要受罪报, 而没有一刻停止, 第二是当一个人受罪或同与千万人受罪报时, 他的身体都便卧满床, 第三是刑罚罪人的器具都很齐备, 像刺人的叉, 打人的棒, 咬人的鹰, 蛇, 狼, 犬, 都是铁做的, 有用来磨罪人的追究和拒罪人的刀, 有穿坐罪人的心肝肺腑, 错削罪人的皮, 有用大斧头砍罪人的头, 再将罪人丢下大铁锅煮, 或用铁网来烧烤罪人, 有用火热的铁码践踏罪人, 再用滚烫的铁汁浇罪人的身体, 罪人饥饿时, 令他吞下热铁丸, 口渴时, 令他饮热铁汁, 如此痛苦没有剑断, 第四, 是不分男女老幼贵贱, 或天龙神鬼等, 若有造罪感召, 都要受此苦报, 第五, 是在无间地狱, 日夜都经过万生万死, 连转念瞬间的休息都不能, 除非夜暴已受尽, 才能逃生, 无间地狱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要广泛详细地说明地狱里的一切, 即使一节的时间也说不完, 摩耶夫人听完地藏菩萨的话, 悲叹自己不能援救那些受苦的罪人, 乃和掌顶礼退回本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言福众生 页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世尊 我因仰仗如来的大威神力 所以才能分身到百千万亿世界 救度一切授业报苦难众生 如果不是因为如来的大慈力 我也不能如此的分身变化 我现在又成蒙佛的吩咐 直到阿异多菩萨 弥勒菩萨成佛以来 请令我救度在六道里轮回的众生 令他们都脱离苦难 是的,世尊 我一定奉行您的意志 但愿世尊不必忧虑 这时,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一切尚未解脱的众生 心性不定 都是随静缘造业 因此一直在武道中生死轮回而没有停止 他们经过无数节长久的迷惑案章 就像于游入网 而误以为是在流水中 或有刚刚脱离网罗的 但转瞬间却又落入网中而无法解脱 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是我所忧虑的 但是,你将要完成九云以来 度脱这些最苦众生的誓愿 我还有什么忧愁 佛说这些话时 会中有一位定自在王大菩萨对佛说 士尊,我现在很愿意听听地藏菩萨累劫以来 在多生中各发过什么愿 承蒙士尊在会中再三地赞叹地藏菩萨 很希望士尊大约地为我们说一说 这时,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你们注意听 好好地思维意念 我当为你们分别解说 在过去无量节久远以前 那时有一位佛 名为一切至成就如来 此佛寿命长六晚节 他在未出家前 曾做过小国的国王 他和邻国的国王是好朋友 二人一同修持实善敬恨 来利益当时的众生 由于他们的邻国人民常造恶业 因此两位国王就研究决议 广设方便令众生去恶行善的方法 一位国王发愿说 愿我早成佛道 来度脱这些造业的人民都能成佛 没有留下一个 另一位国王发愿说 假如我不先度尽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 令他们都能安乐而成佛道 我就不愿意成佛 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当时一位国王发愿要早成佛的 就是一切致成就如来 另一位国王发愿要先度尽罪苦众生 不愿先成佛的 即现在的地藏菩萨 又在过去无量节九远前 那时有一位佛出世 名为清静连华目如来 此佛的寿命长四十节 在清静连华目如来的相法时 有位正果的阿罗汉 他常受众生供养 种植福报 而且还因缘次第缘教化众生 某天 他接受一位名叫光木的女人 设食供养 罗汉问他希望求些什么 光木女答说 我在母亲死亡之日设斋供养 出资为母亲修服救拔罪库 但是不知道母亲现在投生到哪里 罗汉很怜悯光木女 乃为他静坐入定观察 看见他的母亲堕落到恶道中 受着极大的苦报 罗汉问他说 你母亲生前做过什么事 今在恶道受着大苦报 光木女答说 我母亲生前爱吃鱼鳖之类 并且多数是吃鱼籽 为满足口腹而自意的朝主宰杀 请尊者此免救助 罗汉同情的为他想出一个方便的方法说 你可以制成的念 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 并且塑化此佛的形象 这样做可使活的或已死的人都得到善报 光木女一听完话后 即刻卖掉他所爱的东西 请人来塑化佛像 而恭敬的供养 又以非常恭敬的心 悲弃的瞻仰礼拜佛像 忽然在夜晚 光木女梦见佛身金光照耀 高大如须弥山 放出大光明的对他说 你母亲不久当投生到你家 婴儿才晓得饥寒时就会说话 后来光木女家内的婢女生了一个孩子 还不到三天就会说话 这婴儿棘手悲弃地对光木女说 我就是你已死的母亲 所有造业的生死果报 都有个人自作自受 自从离别以后 我一直跺在明暗的地狱受苦 承蒙你念佛的功德 我才能投生到这里做下贱人 并且很短命 只能活十三岁 死后又要跺到恶道去受苦 你有什么办法可令我解脱罪业 免再受苦呢 光木女听完婢子说的话 知道这婢女的孩子是她母亲 便哽咽悲弃地对婢子说 你既然是我母亲 应该知道曾做过什么罪业 才会堕到恶道里 婢子答说 我是因为伤害和悔骂二业 而感受苦暴的 若不是你孝顺地为我修复 来救度我的苦难 我这么重的罪业 怎能解脱 光木木女问地狱罪报是怎样 婢子答说 那百千年也说不完 我不忍再提起 光木女听完话后 对空中哭泣地说 愿我母亲 愿我母亲永离地狱 活到十三岁以后 不再有重罪而堕入地狱 释放诸佛慈悲怜悯我 听我为母亲发的广大誓言 若我母亲永远脱离三恶道和悲戒 并且永远不再受生女生 我从今以后至百千万亿劫中 誓愿救度所有世界 地狱 恶道中的所有罪苦众生 令他们都成佛后 我才愿成证据 光木女发完愿后 听到清静莲环慕如来告诉她说 光木 你大慈悲 能为母亲发这么大的誓愿 我观你母亲十三岁后 将舍此报身 投身为泛至而享受百岁 受完此报后 又投身无忧国土 受长无法计算 后来成佛广度无量的众生 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在那时候 福度光木女的罗汉 就是现在的无尽义菩萨 光木女的母亲 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 而光木女 就是现在这位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从过去九远节以来 如此慈悲地发无量大愿 广度一切众生 在未来世 若有人不行善 而只会造恶 乃至不信因果 邪淫 妄语 两舌 恶口 汇谤大圣经典 这些造业的众生 死后必堕落三恶道里去 但是若遇到善知识劝导指点 即使是在刹那间发起恭敬心 归一了地藏菩萨 这些罪业众生 即能解脱三恶道的苦报 若能恭敬礼拜赞叹 以香花 食品 或种种珍宝 来供养地藏菩萨 此人在未来百千万亿节中 常在天上受圣庙乐 若天福享尽 投生人间 还能够在百千节中 常作帝王 并且仍能清楚地记忆 他前几世的因果命运 定自在王 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 大威神力广利众生 你们诸位大菩萨 应当记住这部地藏经 并且广大的宣扬流传 定自在王菩萨对佛说 世尊请勿挂虑 我们必能成佛为神力 广说此心 与严福提世界 利益众生 定自在王菩萨说完之后 恭敬和掌顶礼而退 这时四大天王都从座位站起来 合掌恭敬地对佛说 世尊 地藏菩萨从九月前以来 发了如此大愿 为何至今还未度完众生 现在又在发这么广大的誓愿 请世尊为我们解说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很好 这对你们和所有未来的众生 都有广大的利益 我现在为你们解说 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南岩福体中 慈悲救度一切罪苦众生 所用的种种方便的方法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地藏菩萨从九远节以来 已经度脱无量因罪报受苦的众生 但是仍还没有完毕 他累劫以来所发的大愿 这是因为他慈悯这个世界的罪苦众生 他观察到 在未来的无量节中 这些众生的夜因罪报 一样牵连不断 所以才又发出重大的誓愿来救度众生 因此 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岩福体中 献出百千万亿的方便 随机化身而来教化救度众生 地藏菩萨若遇到杀生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杀生了 否则将来必受短命的报应 若遇到怯道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怯道了 否则将来必受既穷又苦的报应 若遇到邪淫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邪淫了 否则将来必受投生雀割鸳鸯的果报 若遇到恶口骂人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骂人 否则将来必受眷属互相争斗的报应 若遇到喜好毁谤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毁谤啊 否则将受哑巴或口上声充的报应 若遇到称恨心重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称恨啊 否则将受生得很丑 并且残废的报应 若遇到谦令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谦滩吝啬 否则将来所求 皆不能长心满怨 若遇到饮食没有节制的人 就对他说 饮食应该节制 否则将受饥渴 咽喉病的报应 若遇到打猎纵情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打猎了 否则将来必受惊吓恐怖丧命的果报 若遇到不孝顺父母的人 就对他说 要孝顺父母 否则必受天诛地灭 水火天灾的报应 若遇到火烧山林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放火烧山林 否则将来必受癫狂自杀的果报 若遇到继父母 虐待非亲生儿女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来 投生必受鞭打的报应 若遇到用网 捕捉鱼鸟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捕捉鱼鸟 否则将受骨肉分离的果报 若遇到毁谤三宝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毁谤三宝 否则将受瞎子 笼子 哑巴的果报 若遇到轻慢佛法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轻慢佛法 否则将来必受 永舵三恶道的报应 若遇到破坏常住财物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毕受无量节轮回地狱的果报 若遇到污毒或冤枉出家众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毕受永远做畜生的果报 若遇到用滚汤蒙火 或刀斩伤害众生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受同样的报应 若遇到破戒破斋 失婚的不休恨者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毕受禽兽饥饿的果报 若遇到无理毁坏乱用东西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受贫乏而愁不得的果报 若遇到供高我慢的人 就对他说 你不要供高我慢 否则将来必受卑劲下使的果报 若遇到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的人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受无蛇或百蛇的报应 若遇到支箭不正的人 就对他说 支箭不要违背正理 否则将受投生蛮筐之地的果报 以上是大概的说明 严福提众生所造的恶业 和所受的各种报应 像这类众生的业感果报 各有不同 地藏菩萨是用尽所有方法教化他们 这些造业的众生 在受完以上所说的果报 随后还要堕入地狱 经过无量劫后 仍然无法出离地狱 因此 你们要好好地保护众生 看国土 不要让这类被罪业迷惑的众生 再任意地去作恶造业 四大天王听了佛的叮咛后 都悲叹地流泪 恭敬地合掌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域名号品第五 地域名号品第五 这时普贤大菩萨对地藏菩萨说的 忍者 请您为天 龙 四大天王 和现在将来的一切众生 演说 娑婆世界 和南岩福提的 最苦众生 所受报应的地方 和各种避遇的名称 以及造恶受报等情形